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狐甲虎威的故事吧 战国时期 楚国有位名叫昭西旭的大将 他能征善战 立下许多伟大的战功 因此深受楚国士兵与人民的敬重 就连北方的诸侯国也非常害怕昭西旭 楚国的君王楚宣王知道后 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困惑 决定召来朝廷大臣询问 但是 大臣们都非常尊敬着唏嘘 当他们听到楚宣王的问题后 纷纷低下了头 谁也不敢回答问题 这时候 一位名叫江一的大臣站了出来 向楚宣王讲了一个预言故事 从前 有一只饿了好几天的老虎 正在森林里寻找猎物 忽然间 一只又瘦又小的狐狸 从老虎面前跑过 老虎毫不迟疑地抓住这只狐狸 准备饱餐一顿 没想到 狐狸不但不害怕 反而露出神气的表情 并对老虎说 我是上天派来的使者 负责管理所有的动物 所以 你不能吃掉我 老虎听完后 哈哈大笑地说 我可是大家公认的万兽之王 你只是一只小小的狐狸 怎么敢在我面前说大话 狐狸回答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走在我的背后 看一看其他动物见到我 有什么反应 老虎想知道狐狸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就答应跟在狐狸后面 当所有的动物看到它们 果然都吓得躲了起来 但是老虎不知道 动物们害怕的是它自己 以为狐狸真的是上天派来管理动物的使者 就让狐狸轻轻松松地逃跑了 原来 将一想借由这个故事告诉楚宣王 诸侯国并不是害怕 朝夕旭的能征善战 而是害怕朝夕旭背后实力雄厚的楚国大军 就像故事中动物们真正害怕的不是狐狸 而是在狐狸背后凶猛的老虎一样 小朋友 听完狐假虎威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楚宣王不理解诸侯国害怕朝夕旭的原因 故事的过程中 大臣江一借着狐假虎威的故事 回答了楚宣王的问题 故事的结果 江一透过故事告诉楚宣王 诸侯国真正害怕的是楚国的军队 而不是朝夕旭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狐假虎威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你同意江一认为 诸侯国害怕的是楚国大军的看法吗 为什么 这篇故事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可以从哪里看出来呢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诚语小教室 又到了诚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诚语 狐假虎威 是比喻借着有权势者的权威势力 欺压他人 主要是用来表达 凭借着权势 欺负别人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狐假虎威可以怎么使用吧 你何必怕他 你何必怕他 他只不过是在狐假虎威 虚张声势罢了 他平日 依仗着自己的出身 狐假虎威 欺负他人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狐假虎威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杖势欺人 狗杖人士 鼠瓶射贵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